中國搖蝕歌手被台禁演人猜測 北京懼怕賴政府? 以來交貨後 美最高將領談論中東升級威脅 跟進美國 加對中國電動車徵百分百關稅 何錦麗突改麥規則? 川普考慮退出辯論 我從Google扣押超一億美元 用於資助戰爭宣傳 大家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 我是林思銘 今天在香港時間8月27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報道 自從賴清德執政後 他對中共的強硬立場 一直被外界關注 8月25日 中國搖蝕歌手王爾泰 疑似矮化和貶低台灣 原定9月中旬前往台灣舉辦演唱會的計劃 遭到主管中國事務的 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禁止 再次引起外界的關注 有分析指出 賴清德表現的強硬立場 加上近日公開說 不反攻大陸 堅持民主化的演講 反而對中共起到了威懾的作用 尤其是烏克蘭軍隊 罕見攻入俄羅斯境內的事件 曾經以為台灣不會再反攻大陸的中共 現在應該不敢這樣想 根據台灣中央社的報道 隸屬成都CDC集團的 中國搖蝕歌手王爾泰 今年推出第三章 以《Love Me Later》冠名的全新個人專輯 並展開巡迴演出 它原定9月14日首次在台北舉辦專場演出 但根據《台灣自由時報》的報道 台灣官方的調查發現 黃爾泰在中國社交媒體《小紅書》上 為台北的演唱會做宣傳的時候 疑似有矮化台灣的舉動 它發佈了一系列以北京南、北京、 中國台北站牌為背景的宣傳照 並且還以中文寫到 下一站中國台北 另外台灣的主辦單位 疑似也存在先賣票後申請的違規行為 主辦單位10月7日 向政府正式提出舉辦演唱會的書面申請 但卻在申請案遞件和獲得批准前 就在7月1日開始公開售票 台灣的立委會星期日表示 歌手黃爾泰為演唱會所做宣傳的內容 已經違反了台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 許可辦法的規定 相關機關 經聯審會跨部會討論 依法不予許可 陸委會表示 兩岸交流應該秉持對等專業原則辦理 不容許有發表或宣傳貶低台灣地位的情況 中央社引述 承辦黃爾泰演唱會的台灣主辦方 目前還沒有回應 隨著國際上對中共的抵制越來越強硬 台灣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今年8月21日 澳洲參議院通過停台動議 說聯大第2758號決議並不涉台 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並不妨礙台灣參與聯合國組織和機構 近期 美台高官特殊管道秘密會談 英國《金融時報》曾報道 美國部分官員私底下認為 賴清德是比前任總統蔡英文更難預測的領導人 賴清德在8月23日抵達金門 參與823炮戰66週年紀念活動時說 我們不再反攻大陸 但也不願受共產黨統治 要繼續過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生活 同一天 中共大批軍機遇過台海中線挑釁 展示敵對之意 時事評論人沈周分析指出 賴清德強調不再反攻大陸 是希望消除敵意、保住和平 不過中共聽到這句話 可能又是一驚 莫斯科和中南海都曾認為 烏克蘭不會反攻俄羅斯 事實證明是嚴重的誤判 中共也曾覺得台灣不會再反攻大陸 現在應該不敢這麼想 沈周表示 中共不斷宣傳所謂保密法、間諜法等 還一再強調安全 危機感與日俱爭 恐怕不會相信台灣不再反攻大陸 8月26日 台灣軍隊在南部屏東地區舉行了年度天馬軍事演習 在今次以反兩棲登陸為主要項目的演習中 台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裝甲部隊 測試了從美國購買的 管射式光學跟蹤無線制度導彈發射平台 分析認為如果中共軍隊打算集中軍力 盡快進攻台灣島 理論上可以暫時放棄分兵進攻金門 現在看來不同了 為了吸取莫斯科的教訓 中共如果開戰 勢必要先取金門 但也不能完全防止台灣的反攻 1949年底 蔣介石退守台灣後 曾經實施多次反攻大陸計劃 蔣介石過世後 過去的30多年間 幾乎沒有人再提反攻大陸 現在隨著烏克蘭反攻俄羅斯 中共制定的攻台計劃 也要擔心遭遇反攻 一旦中共冒險開戰 美國和他的盟友反擊、反攻時 也可能支持台灣加入反攻 中共軍隊的攻台計劃 又多了一個頭痛的問題 26日 由於中東緊張局勢升級 星期一油價上升 此前 以色列和真主黨在25日 進行了一系列的交火 自10月7日以來 以色列已經消滅了超過500名 真主黨成員和高層領導人 美國最高將領表示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交火 而且沒有進一步升級之後 中東爆發更廣泛戰爭的風險有所緩解 但伊朗速謀攻擊以色列的問題 仍然構成巨大風險 真主黨表示 他們對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的無人機和火箭攻擊 而以色列對黎巴嫩進行了空襲 摧毀了幾千個真主黨火箭發射器 並挫敗了一次重大襲擊 油價一度飆升於3% 但隨後略有回落 原因是雖然爆發衝突 但雙方似乎都表現出了克制 26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空軍上將布朗在真主黨向以色列發起襲擊的幾小時後 都達以色列 布朗在採訪中表示 這是自哈馬斯10月7日襲擊以來 以色列北部爆發的最嚴重的衝突之因 但他最終對以色列造成的損失非常有限 當被問及地區戰爭的直接風險 是否有所下降的時候 布朗說 是 在某種程度上有所下降 伊朗的下一步做法將影響以色列的回應 這將決定是否會發生更廣泛的衝突 但 伊朗在伊拉克、敘利亞和約旦等地的激進盟友 對美軍造成了襲擊 也門胡塞武裝襲擊了鴻海航運 甚至對以色列發動無人機打擊 這些也是不穩定的因素 自從10月7日 加沙戰爭爆發以來 真主黨武裝分子幾乎每天 都與以色列進行跨境交火 當地媒體中指出 伊朗支持的民兵在近期 將武器和物資送往真主黨組織 以維持戰爭 由於哈馬斯政治領袖 哈尼亞在德克蘭被殺 真主黨指揮官舒克爾在貝魯特被斬首 伊朗及其盟友哈馬斯和真主黨揚言 要對以色列尋求報復 真主黨表示 星期日的襲擊是對舒克爾被殺的初步回應 但這個組織也似乎在燕港中暗示 真主黨的報發行動已經結束 26日 以色列無人機襲擊了約旦河西岸 奴爾沙姆斯難民營的一棟建築 造成至少5人死亡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他的目標是當地恐怖分子的一個指揮室 另一方面 26日 以色列總理奈塔尼亞胡 對一名獲釋人質的談話錄音被曝光 據悉 他告訴這名兒子仍被關押的獲釋的老年人知 他的工作是努力防止以色列被消滅 現在以色列國的未來受到質疑 伊朗弄到計劃消滅我們 真主黨弄到計劃消滅我們 他們在我們周圍 我們說我們不會像綿羊一樣被宰殺 以色列在這次衝突中沒有失敗 我們正在打敗那些兇手 這次會議還有其他人質家屬出席 參與會議的人質家屬 告訴以色列時報等媒體 奈塔尼亞胡在會上說 他將盡一切努力 將其餘被綁架者帶回家 也有些人表示 他們在會議結束時 對與哈馬斯談判的前景 並不樂觀 星期一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在Nova Scotia省的 哈利法克斯宣布 加拿大將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施加100%的附加稅 對中國鋼鐵和鋁產品 施加25%的附加稅 對中國電動車徵收的附加稅 將從10月1日生效 對鋼鐵和鋁產品的附加稅 會在10月15日生效 同時 加拿大政府還對其他產業 啟動了第二個為期30天的諮詢期 包括電池和電池部件、半導體、 太陽能產品和關鍵礦物等 加拿大政府在聲明中說 加拿大汽車製造業 直接為加拿大提供超過 12萬5千個 新水可觀的工作崗位 它的電動汽車供應鏈潛力在全球排名第一 同樣 加拿大的鋼鐵和鋁行業 也為全國提供超過13萬個工作職位 特魯多表示 現在整錄跟進為加拿大工人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聲明說 加拿大汽車工人和汽車行業 目前面臨著來自中國生產商的不公平競爭 而中國生產商則受益於不公平的非市場政策和做法 中共蓄意的 由政府主導的產能過程政策 以及缺乏嚴格勞工和環境標準 威脅全球電動車行業的工人和企業 並且破壞加拿大的長期經濟範圍 最近與利益相關方的初商證實 需要採取特殊措施來應對這個特殊的威脅 據悉 週日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出訪中國之前 曾經前往加拿大和特魯多會面 隨後特魯多就做出對華關稅宣布 沙利文週日對記者說 美國確實相信在這些問題上 採取統一戰線和協調一致的做法 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好處 特魯多也談到 加拿大正在與全球其他經濟體採取一致的類似行動 這些經濟體認識到 這是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 除非我們都想包尾 否則我們必須站起來 對這件事 知名自媒體 China Insider主持人David Zhang認為 加拿大這個舉措是一種政治上的表態 加拿大似乎自從孟晚舟事件之後 逐漸認清了中共的可怕 今次根據美國的做法 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表態 在加拿大 汽車行業其實本身與美國非常接近 也是互通的 所以它主要的消費者 也是以美國產的車牌這些車為主 比如說 即使是電動車 也只有Tesla比較熱門 所以本身它並不會對 交國的國內消費和經濟需求上 帶來很大的問題 但它其實做的是一種政治上的表態 就是和中共用這種電動車產能過剩 拋析的做法 在這點上 加拿大是選擇站在對立面 或者反對的 知名時事評論員 軟見快評的主持人唐靖遠 也評論說 我覺得這樣的措施 應該是一種預防性 就和美國是一樣的 美國其實 看日拜登政府宣布了 對這個電動車的關稅加了100% 其中中共它賣到美國這邊的電動車數量 其實非常有限 大概可能也就是幾千部 嚴格說 還未對美國的汽車電動車市場 構成很大的衝擊 但現在它是一種防禦性 就是因為已經看到中共的電動車 對歐洲市場的衝擊 已經帶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 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 所以歐馬在這個問題上 他們都已經非常緊張 除了純經濟的角度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中共事實上 將這種電動車出口作為武器化使用 唐靖遠繼續分析說 它其實不僅是為了賺一些外匯 同時它也將它當作一種地緣政治交鋒搏翼的武器 如果說它大量的電動車 包括這些 好像類似於太陽能、光復產品等 能夠衝擊到大量地進入到這些歐美國家 不僅可以霸佔它們的市場 形成一種壟斷效應 可以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 同時它還可以令這些行業 在所在的國家形成一種壟斷 一旦它達成這樣一種局面 形成壟斷之後 它便可以通過經濟的槓桿 來撼動政治方面的需求 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 前總統川普和副總統賀錦麗的首場辯論定在9月10日 在費城的美國廣播公司ABC舉行辯論 不過雙方競選團隊 就是不應該在辯論中 將麥靜音的問題發生了分歧 使辯論能不能按照原計劃舉行 充滿變數? 川普的競選團隊認為 辯論規則應該與川普在6月 與拜登總統辯論的規則類似 也就是說在無論到自己發言的時候 每個候選人的麥都應過靜音 但是賀錦麗的競選團隊不同意這個規則 並要求在整個辯論中保持麥克風開放 他們已經告訴ABC 和其他在10月尋求主辦辯論的電視台知道 整個播出過程應該保持兩名候選人的麥克風開啟 之前按照原定計劃 川普與拜登舉行的兩場辯論 時間分別是6月27日和9月10日 不過6月那場是CNN舉行的首場辯論 直接顛覆整個競選格局 在麥靜音的情況下 拜登在辯論中的表現 引發了要求他讓出民主黨提名的呼聲 並導致他在7月底宣佈退選 賀錦麗成為新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拜登的一些支持者認為 在6月的辯論中 麥靜音被川普帶來了幫助 這阻止了川普過去辯論的時候 經常打斷對方的行為 賀錦麗競選團隊的發言人法輪表示 川普的幕僚希望使用靜音的麥 因為他們認為川普無法在90分鐘內 一直保持總統的風範 而賀錦麗已經準備好在辯論中 川普可能會打斷他的發言 川普競選團隊的高級顧問米勒就強調 如果賀錦麗不夠聰明 無法重複他的經紀人希望記住的訊息要點 這是他們的問題 賀錦麗的競選團隊 正試圖改變已經安排好的辯論規則 是想要避免與川普進行辯論的藉口 川普在25日的網絡帖文中表示 認為ABC之前的節目主持人卡爾 對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的採訪 荒謬而且大有偏見 並且他可能會跳過9月10日的辯論 雖然對規則有諸多爭執 但兩名候選人都開始進行辯論前的準備和練習 據助理透露 賀錦麗今星期 在Georgia州競選活動將很短暫 以便集中精力準備辯論 川普請來夏威夷前眾議員 加巴德幫忙準備辯論 賀錦麗和加巴德 是2020年民主黨初選中的前競選對手 曾在民主黨初選辯論中多次交鋒 賀錦麗批評加巴德的外交政策觀點 而賀錦麗就質疑賀錦麗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紀錄 英國電信部取得的法庭文件顯示 俄羅斯從Google扣押了超過1億美元 並且用這筆錢資助其政府的宣傳活動 以支持俄國總統普京正在進行的烏克蘭戰爭 26日披露的報告顯示 2022年俄國入參烏克蘭後 Google在俄羅斯的銀行賬戶很快被稱空 導致Google的俄羅斯分佈破產 被沒收的現金隨後轉移到俄羅斯國有媒體管道 包括俄羅斯衛星部 和軍事坦丁部等媒體 這些媒體網絡使用資金為此宣傳 支持對烏克蘭發起侵略戰爭 上星期 Google在美國和英國法院 對衛星部 和另一家俄羅斯廣播公司 提出訴訟 之前俄羅斯法院判處Google敗訴 命令Google向這三個媒體支付大不費用 作為這家公司從YouTube上刪除媒體帳戶 以遵守美國制裁決定的補償 Google在上星期提交的法庭文件表示 俄羅斯對Google徵收了前所未有的罰款 進行了任意法律懲處 試圖限制對我們服務信息的訪問 對我們遵守國際制裁的做法進行懲罰 Google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說 雖然當時判定應該繳納的罰款金額 不足1250萬美金 但是 俄國從這次扣額活動中獲得10億勞報 並且用這筆錢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 Google希望法院阻止這三個俄羅斯廣播實體 追索它在南非、土耳其和塞爾維亞的資產 軍事坦丁布在土耳其起訴Google 說這家美國科技巨頭欠它的媒體3億6千萬美金 另一方面 俄羅斯法院對美國公司做出不理裁決 每24小時都將罰款加倍 這意味著隨著時間延長 最終罰款金額可能超過Google市值 截至26日 Google沒有公司的市值是2萬0500億美金 成為全球第四大市值的公司 僅次於Apple、英偉達和微軟 這則新聞已播放完畢 多謝您的收看 在台 中文字幕提供